底下一个问题 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怎样修行 才能化解在那 佛号要怎么念 才能真正的得到利益 在最近的二十多年 我们提出一个修行的 杠铃 二十个字 我们用真诚心 亲近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的念佛 就有效了 我们用这个心念佛 用这个心 除世待人救 要知道 我说的这是个字 真诚 亲近平等 正确慈悲 这个就是经论里面讲的 大菩提心 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 是我们的本性 能化解一切 缘结 能化解一切灾难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学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于念佛 这个就是特别是放下 放下 自私自利 放下 明文立养 放下 五欲六成 放下 贪嗔之门 放下 是佛法里面的断烦腾 看破 是佛经讲的 开智慧 用我们的真诚心 静心静力 帮助苦难的众生 静心静力里头 最重要的 就是日夜不间断的念佛 是佛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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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心静力 是佛经病 的 因佛经病 我 是佛经病